台湾已经迈入高龄化社会 不过公共托老中心却严重不足 新北市第一家公共日间托老中心 昨天在新店碧坛正式接牌 跟着音乐扭扭身体大声唱歌 这群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聚在一起唱唱老歌真开心 新北市第一家公共日托老人中心周一正式接牌招生 今年67岁的孙老太太抢得头香第一个报名参加 如果老人家有一个地方可以来帮助他们做一个托老 让年轻人可以安逸工作不要为他的长者担心 新北市府表示全市约有400万市民 65岁以上长者有37万多人 其中需要家人及专业照顾者就有55000多人 而为了让子女专心在外工作 今年特地委托更新医院在新店碧坛 办理轻中度失能及失智老人社区照顾服务 让长者在熟悉的环境接受日间托老照顾 林法俱乐部就是给社区所有长辈 大家来这边聚会 下下棋唱唱歌跳跳舞运动运动 就是一个聚会的好地方 这样子大家生活起来感觉上是有乐趣 又可以交朋友又可以学到一点东西 市府强调台湾已经迈入高龄化社会 但公共托老服务却严重不足 因此今年将陆续在土城 三重等十个地区 善用闲置空间开设公共托老中心 让长者在社区享有良好的生活品质 晚上还可回家享受天伦之乐 记者赖顺务 徐启峰 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